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十六集 圣红见明来小小的身子独自跪坐在蒲团上 腾得满脸冷汗 小脸惨白 黄惑无一的可怜样 左右竟没有人去腾他 到今日圣红才知道老太太那天的话是什么意思 他硬起心肠 不去看其他几个女儿 贤恭敬地送走了孔嬷嬷 然后走过去轻轻抱起明蓝 乱声吩咐各自回去 自己则抱着明蓝往寿安堂去了 这一日大闹 几个女孩早就精疲力竭 这是事情一完结 如兰莫兰便倒在各自生母怀里睡了过去 华兰也被如母搀扶着进去歇息了 明蓝也累极了 被圣红抱起往外走时 还不忘记隔着父亲的肩膀 丰富等在外面的小桃 把他的小书篮子整理好带走 圣红不禁失笑 看情没把你打疼 还有力气惦记东西呢 明蓝跪了半天 又被打了一顿板子 还抄了一下午的书 此刻外头冷风一吹 脑子正不渗清楚 一边揉着自己的小手 呆头呆脑的 方才那女子我已经抄了一大半了 待会儿再抄一会儿就得了 自然得带上 不然明日怎么去见孔嬷嬷呢 圣红急着前头打灯笼的光亮 看了看小女儿 只见她眉目婉然 目如点漆 依稀当初未饮酿的模样 又见她鼻翘目秀 隐隐有自己幼时的风貌 想起当初她刚出世时 自己也是抱过 倾过 疼过的 可后来 为饮酿惨死 又出了这许多事情 她对这女儿既愧且怜 便不大爱见了 只记得要照顾她的生活 却并不如疼爱华兰莫兰那般 她这时却又伸起另一股疼惜之心 便和蔼地微笑道 唉 孔嬷嬷打了你 你不计她 还尚赶着去找罪受 宁兰小小地叹了口气 姐姐们都挨打了 我怎么能一个儿撇清了 一女犯错 全女都要连坐 不过这样也好 下回姐姐们就不敢再吵了 唉 圣红大乐 刮了一下明蓝的小鼻子 小丫头 满嘴胡宗 还小大人一样的叹气 你知道什么叫连坐 说着弹出一只手来 拢住明蓝的左手 摸上去有些热肿 圣红心里怜惜 小女儿吃了苦头 温言道 疼吗 明蓝吸了吸鼻子 哭声道 疼的 顿了顿 心里委屈 不知不觉 泪水就掉下来了 哭腔着 疼极了 圣红弹息地把小女儿在怀里抱紧了 哄道 下回姐姐们再吵架呀 你就偷偷来告诉爹爹 爹爹要是不在家 你就圆圆躲开 或去找老太太 咱们明蓝是好孩子 不理她们 好不好 明蓝把小脸埋进父亲的井窝里 夜风森寒 可是趴着却是暖暖的 有一股父亲的味道 让明蓝想起小时候摇霸 常常背着她骑大马的情景 她用短短的小胳膊 还着圣红的脖子 用力点点头 嗯 一路上妇女俩说说笑笑 到了收安堂 一进正门 圣红就对等在门口的丹菊道 去二门 找来福管家 让她去书房找出那瓶子金话语高来 速速去来 丹菊吓了一跳 连忙应声前去 圣红抱着明蓝走进正房 看见老太太正在炕上等着 便把明蓝放到炕上 老太太顺手揽过明蓝 一触手忽觉得女孩顿得冰凉 赶紧就把自己身上玄金二色 八团吉祥如意软毡 给她团团裹上 待圣红给她行过礼 她才道 使才孔嬷嬷 以前人把前因后果给讲明白了 老爷今儿受累了 下了牙还不得歇息 赶紧回去江西着 圣红面有蚕色 也不见得如此累了 倒是让母亲操心了 怕是连晚饭都还没用吧 圣老太太露着昏昏睡去的明蓝 看着她疲惫的小眼 转头对圣红道 孔嬷嬷在宫中便是执掌公归的 说话做事 未免值了些 老爷不要见怪才好 圣红瞒道 哪有的事 儿子纵是再昏愧 也不至于分不出好歹来 孔嬷嬷身子不好 远是要告老归乡的 靠着母亲的面子才将她请了来 儿子敬重佩服嬷嬷的品行 那还来不及呢 如何有他想 说来说去都是儿子无用 没把女儿们交好 圣老太太看她面色真诚 不似作为 十分满意 她与圣红也母子几十年了 多少了解她的为人 知道她言出真心 又见她嗜才清厚地抱着明兰回来 心里适宜了些 母子俩又说了话话 圣红便回去了 过一会儿 房妈妈便使唤丫鬟婆子端着几个石盒进来 把雾在暖笼里的晚膳取出 一一摆放在炕上 圣老太太正把明兰咬醒 先把饭吃了 再睡不迟 明兰累急 含糊地说 我不饿 不吃了 老太太如何啃衣 还是把明兰拖起来 房妈妈拧了条热帕子 给明兰敷了面 她才醒了过来 老太太亲自拿了冰帕子 敷了伤手 房妈妈见明兰的小手红肿 挑了单局取来的膏子 细细敷匀了 撑倒 这孔匀匀也真实的 我们姑娘远就没错 一同处罚 也是冤了的 还不轻着点打 一边说 一边轻轻地去吹气 圣老太太其实也心疼 但还是板着脸道 什么一同不一同的 小孩子不好好学规矩 被教养嬷嬷乏是常事 便是我小时候 难道少挨嬷嬷地骂了 明兰一脸糊涂 歪着脑袋 默默地看着祖母好一会儿 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我们没写好规矩才挨打的呀 哦 那是该打的 就这样 把姐妹吵架的事给隐没了 房妈妈顿时忍君 老太太听了也暗暗觉得好笑 知道这孩子都明白了 心下安慰 轻轻揉了揉孙女儿的头发道 好孩子 以后的日子会顺当起来的 灵七阁灯火幽兰 纸礼屋十分明亮 墨兰半躺在炕上游子哭泣 手上蜜蜜地缠着淡绿色的药布金子 散发着蒸蒸药香 林姨娘搂着女儿轻声道 都是娘不好 因为要你争强好胜 却忘了韬灰 如今正撞在浪尖上 墨兰惨白着小脸 不安道 都说父亲疼我 这次他宁肯替明兰求情 也不为我说半句话 别是生了我的气了 旁边站着个白净瘦脸的媳妇子 身穿酱紫色绕杏黄如意绕枝长笔甲 她笑着道 姑娘莫及 老爷是才是爱着孔嬷嬷的面子 责发了姑娘 老爷心里也是疼的 这不 回头就送了药膏子来给姑娘了 墨兰听了 心里略略松懈 林姨娘冷冷地笑了两声 哼 要是枉日 老爷早就过来了 今日居然连我一起骂了 哼哼 好厉害的孔嬷嬷 好厉害的老太太 谢娘 你难道没看出来 谢娘惊倒 小姐此话怎讲 难不成这里头还另有说法 林姨娘略了略病发 嘴角还冷意 这次 我是着了道 姨姨叫墨兰正表现 且忘了寿安堂那位的厉害 今日孔嬷嬷将四个茧儿 一一训斥了 明里听着是一碗水端平 可是若细细去平 那意思却差远了 如兰明兰两个小的还好 不过走个过场 她对华杰尔那番话 听着眼力 却实实在在是好话 在教她为人做事来 可是她说墨儿的呢 真正是拒之诛心 只差没点名了说 墨儿自私自利 无故姐妹 哼 什么个人有个人的缘法 她那意思就是说 她那意思就是说 我家墨儿是树出的 别痴心妄想 摊滑桿般的好亲事罢了 雪娘想了想到 小姐的意思是 这都是老太太的布置 但是 林姨娘哼了声 哼 不重也不远了 空嬷嬷把老太太想说 不便说的 想做不好做的 一股脑儿都了了 既不得罪儿子媳妇 又能全了心愿 真是一举两得 瞧着吧 这事可没完呢 墨栏大惊失色 我真如此 那我可怎么办呢 父亲会不会厌赠了我 林姨娘温柔一笑 傻孩子 怕什么 冰来将挡 水来土野 咱们只要抓住了你父亲 便一切都不怕了 太太便是想不透这一点 威蕊萱 王氏搂着如兰已睡下了 华兰却还在抄写女责 王氏心疼女儿 你那五十遍 不是早抄完了吗 怎么还不歇息 老爷送来的药膏子 还没化开呢 华兰直起脖子 昂然道 我是家中最大的 若说犯过错 便是我的错最大 妹妹们罚超五十遍 我自要多罚些才是 王氏对这大女儿 素来是七分疼爱 三分骄傲 我的皇儿长大了 竟知道这番道理了 明日孔嬷嬷瞧了你的心意 自然会喜欢的 说起孔嬷嬷 华兰陡然精神一震 娘 我今日才算真正瞧见了 什么叫厉害 不动声色的手段 你看孔嬷嬷 平日里连高声说话也没一句的 虽是合计厚道不过 可责罚起人来 却头头是道 烂时训的人无话可说 听者心服口服 再瞧瞧他的座位 知道我们犯了错 也不急着发难 却是文火慢熬 慢慢将我们制服了 真是厉害 一句话没说 便早早准备好下跪的蒲团 打手板子的戒指 连打完后 扶手掌的兵帕子也预备下来了 称得上是算无遗漏 从明日起我要加倍于孔嬷嬷学东西 多长长见识才好 说得眉飞色舞 呼得转眼瞥了母亲一眼 叹气道 母亲 你要是有孔嬷嬷一半的本事 就轮不到那姓林的张狂了 你这张嘴也该管管了 就怕你去了婆家也这般 王氏反而忧心 华蓝娇娇的一笑 都是母亲的种 王氏更是忧心 我最怕的就是你这副脾气 天不怕地不怕的 说好了是爽力明快 说坏了是尖酸刻薄 我当初嫁你父亲 算是低价 可如今你却是高价 你到哪家婆婆 都如你祖母这般好说话 不管事 法里塞人偏腾别个媳妇 可口迎前 零零总总 到时候有你受的 华蓝骄傲的仰起头 我才不怕 将来啊 无论屋里屋外 谁也别想插手 把酒唱一别 却一缘摇摇摇摇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进行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